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仪公有一个特别的爱好 就是喜欢仙鹤 喜欢仙鹤没什么 但是他喜欢的有点不和 他一点是仙鹤就高兴 所以他下令全国的老百姓 不管在哪儿见到仙鹤 好鹤 都要敬仙上来 有的老百姓看到好风啊 然后来进去了为仪宫 为仪宫一看 好 高兴 送货的人 风力官 有的风送贺将军 有的风送贺大夫 许多老百姓就知道啊 不用学知识学本领学文化 上来找贺就好了 找到好贺 国王一高兴 冲一锅了 所以送贺的人特别多 为仪宫连吃饭出游都跟贺在一起 贺在这边吃食喝水 为仪宫在那边吃饭 为仪宫出游的时候 车子都是特质 旁边有一圈的贺名字 出游的时候把贺塞进去 跟着贺一起出游 为仪宫每天只跟着贺完 都不管朝政 当然人民还有大臣都很有意见 其中有一位叫石旗子 石旗子就跟卫一公书说败王 您喜好正恨 当然是好事 但是您老百姓没关 您因贺而失证 这就不太好吧 卫一公不听着 啊 所以是我不能喜欢贺了 哼 石旗子一听 渐渐无效 当天晚上就走了 不光他走 连为仪宫的亲哥哥都跑到别国去了 为什么 他哥哥看出来了 这国家完了 噓噓噓 国王每天跟贺完美 不管朝政 国家怎么可能会富强呢 所以跑到别国去了 春秋时代 白里为王 经常发生战争 在远方有一个敌国 敌国想要吞并赵国 但是在经过赵国的路上 会有一个魏国 敌国就想啊 我先吞并这个魏国好了 加强我的军力 这天 敌国心兵犯禁 魏国的大臣慌慌张张 跑去找魏一公 魏一公刚好要出游 很多人都挂上 很多塞进去 大臣一禀报 魏一公马上下令太平抵挡 在点兵的时候 兵没点起 为什么 很多都跑了 都开小叉了 魏一公勃然大怒 马上派人把这些逃兵 比我抓回来 抓回来几个逃兵 魏一公就什么问他 问他 你们为什么要逃跑啊 逃兵说 大王啊 我们抵挡不了啊 抵挡不了啊 抵挡不了 养兵千日 又兵一时 现在 这是你们魏国报效的时候 怎么说抵挡不了 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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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就把敌冰给退了吗 魏一公骂他 混蛋 那赫能退敌兵啊 对啊 赫不能退敌兵 但是 我们也抵挡不了啊 魏一公此时才知道 因为他喜爱这个赫 所以得罪了广大民众的人心 爱贺失众这个成语就是说 做任何事都不要过活 结果肯定不好 好了 这题的办法成语就到此处 谢谢大家